一个个鞋盒堆满桌上 这是民间团体要捐赠给成功伤水棒球员的布鞋 台东县成功伤水棒球队成军至今已有29年 培育出罗正龙 王胜伟 黄文次等多位圆明职棒选手 但球员训练的布鞋态坏率非常高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办法负担 新来的话就是我们差不多一个月至两个月就开始 就是前面就开口笑这样 就买强硬胶或者是拿那个白贴之类的 如果很紧急的话就会拿那个胶带绑起来 真的穿到没办法再穿的时候才会去跟家长拿起 因为钉鞋只限于在球场上 那布鞋的话像重训或是体能都必须要用到这样 有些家庭的状况都不是很好 也没办法去买新的 教练表示一天的训练中 使用布鞋的时间就占了三分之二 而为了能让球员专注在训练上 地方与中央的民意代表新联星 绵合民间团体赞助50双球鞋给成功伤水的球员 我希望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捐赠它可以变成一个善的循环 我们接受了别人的帮助 那希望在未来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继续帮助别人 立委成英坦言 所有偏向的学校都有训练设备或装备缺乏的问题 未来也将持续为台湾棒球的发展努力 为年轻球员争取照顾 袁秀怎么的斯巴多有名成名文立法院采访报道